鱼真可谓是名副其实的细水游侠 模仿鱼类的外形 人们制造了水上交通工具 船 从远古的独木舟发展 到现代的运输船舶 船的形状发生着不小的变化 而这些变化除了安全的考量之外 也是为了速度的提升 通过船的演变历程我们发现 影响船航速的因素主要有三个 航行环境 动力 以及船型设计 航行环境是我们无法改变的 通过发动机的选择 我们总可以获取足够的动力 当动力一定的情况下 想要在速度上分出个高下 最终还是要看船型的设计了 那么失从鱼类 我们究竟获得了哪些给船提速的方法呢 郭老师 这个鱼跟船型设计到底有什么联系 其实鱼和船型设计 咱们说最开始古代的时候 做船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象 那个时候什么样的船能够滑动呢 比如说我们都听说过竹筏 对不对 竹筏好像看起来跟鱼 是不是就没什么关系 但是你看现代的船船 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还是打鱼的 你看过跟竹筏一样的那种竹排 横着过去的吗 没有 是不是都应该是有一定的什么样的结构 尖头 很好 要的就是这个 它其实所有的船其实都应该是尖头的 或者说它这个形状是有一个从尖到宽 再到收回来又到尖的过程 缩型的 没错 有一点像缩型的这种结构 那么这个结构 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平时吃的这种什么鲤鱼 或者说黄花鱼 是不是有一点像 我们的鱼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顶视看就是这个形状 是吧 也是一个缩型的结构 那么这个缩型结构 我们在力学上 或者说我们在流体力学上 把它叫做所谓的流线型结构 流线型结构 我们通常经常说流线型 什么地方流线型 比如说一个汽车 说这个汽车很漂亮 那它有点流线型的结构 那这个结构最典型在于哪 就在于前边是比较窄的 中间是比较宽 后边又比较窄 那么这样一个结构 它就比较符合我们的空气动力学 或者是流体力学 那么这种结构 为什么它就会有流线型的感觉 那这里边要从它的起点开始讲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最开始这个面 假如说有一个物体在水里边游 或者动 那么这个时候这面比较宽 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水一定会绕开这个面 对吧 这样过去 对 会有一个平台 那么这时候这个水流过去流的不顺 所以水流在这个迎面这个地方 会形成一个高压 高压 那么流过去之后 后面过去了之后会形成一个低压区 那么这个高压和低压之间 就会形成阻力 压叉 没错 这个压叉我们就叫压叉阻力 或者也可以通俗一点叫形状阻力 形状阻力 由于它的形状不好 所以产生了很大的阻力 那我怎么消除这个形状阻力 我就做一个这种流线型 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水流流过来之后 是缓缓的压力上升 那么不是明显的前端高 后端低 那么这时候上去了之后再缓缓的下来 这时候整个的前后的压叉 降到最低 最小 没错 所以这个时候它的阻力就最小 所以这时候你再回想我们所有现在的舰船 船只 它的结构 其实都跟鱼是一样的 鱼在水中游动 其实就是为了减阻 减阻我就游得快 游得舒服 那么船也是一样的 你会看船在吃水的这个层次 这个高度上 一定是一个 尖头 尖头 蝎形结构 前边窄 中间宽 后边又收窄 那么这个时候它就符合这种流线型的构型 明白了 它在水里边开的就会比较顺畅 开的比较快 而且还坚能 没错 然后同时还有一件什么事 虽然我是尖头宽 然后再尖头 那么这个长 整个这个长径比 越长 越快 没错 龙舟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看我们划船在公园里边 从来没划过那么特别长的 但是只要是竞赛的 不管你是龙舟还是赛艇还是追花艇 那个艇一定是 像柳叶一样 尽量的加长 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减小它的形状阻力 因为让它整个这个升压降压的一个过程撑得更长 那它们变化越平缓 它的阻力就会越小 像你这么一说 我发现就是世界上游的最快的这些鱼 比如说剑鱼 鳍鱼 金枪鱼等等这些鱼 全都是那种 前面非常细 然后中间要么粗要么圆 反正宽出来一点 然后尾部又变得非常细 对 就是长径比很长 它的整个的长度也很长 同时咱们想家里边养的一个金鱼 这扭着游的那种 没错 而且金鱼你会发现它很多这个眼睛很大的那种 它并不符合这种长径比很长的 所以它游得很慢 真正的鱼类 其实真正静速的这些全都是这种细长条的 那么按这个咱们推想 你会发现真正我们的剑船类的也都是 很多都做的长径比非常高 那么长径比高有坏处吗 其实还有一点点坏处 就是当它高速行驶的时候 阻力确实非常小 但是当我想转弯和掉头的时候 那就是拐弯半径非常大 没错 没错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虽然这个往前走阻力很小 速度很快 但是它拐弯不好拐 机动性能差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种船 一般都会带一个小艇 它就很好去操作了 所以总体来说 长径比越长越符合流体力学 流线型的这种特点 它的阻力越小 运用起来会越快 其实人类跟鱼学习的水中提速方法 不仅仅只有流线型外形一种 我们常见的一种平底船 就有另一个特殊的仿生设计 它的船底两侧有一个挡板 就像鱼类的侧骑 可以起到聚龙水流加速的作用 而另一种原底帆船 因为上面会有一个巨大的帆 为了保持船体在水中的平衡 在船底有一个类似鱼腹齐的设计 从正面看 呈现一个巨大的V型的V底船 则是模仿了鱼的腹部 有着减小阻力的破水功能 而吨位小 灵活性高的快艇 在水面上航行 由于要面对空气和水面的双重阻力 如今通过榜生水生生物 进行设计与制造 也已经成为了工程师们 为船提速的研究方向 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nd- - -